OK 有人問到綠衝 有人問到綠衝這個東西 那首先我跟你們講綠衝大部分分為兩個 一個是裸綠衝嘛 一個是裸綠衝 裸綠衝就是花半格加半格嘛 半格加半格 半格加半格 那這個東西的話就是 如果你是DJ或JULIE的話 你就是幹嘛隨便衝隨便衝手 直接就可以突入了 這是他們兩個專屬的 其他的話是也能偶爾用啦 其他比如說 就是一些中等角色什麼 倩咪啊 金箔粒這種 也是可以在中距離這樣裸綠衝 這樣去按啦 也行 好的 第一個 然後第二個就是全角綠衝 全角取角綠衝 這就要花三格 那這個東西是很花氣的 那新手最常犯的錯誤是什麼 新手最常犯的錯誤就是 我花三格氣進去之後再花一個氣 比如說我這樣子連斷 那這樣子怎麼辦 這樣子的話就不行 這樣子的話你會花五個動力槽 你就超容易就虛弱了 所以首先我們如果要用這個全角綠衝 基本上你後面是不能再接ODG的 就你不要再花兩顆氣了 然後你要用全角綠衝的前提是 你最好再四個氣以上 你最好再四個氣以上 因為如果你四個氣以上的話 你這樣過去四減三 你還有一格 你假如四個氣的話 你這樣還有一格 可以去做動力衝擊 你可以再去做動力衝擊 對所以你最好 你平常要這樣子弄的時候 大概是要讓自己有四格 四格以上再去做這個濾衝 這樣會比較好一點 然後 還有一種濾衝 這個是比較最基本的概念 就是濾衝什麼時候該用 然後另外一種就是 假設如果我們這樣打到人 我們這樣打到人 我們的濾衝是不能亂用完的 我們的濾衝不能亂用完 假如說他今天血剩一點點 假如說他今天血剩這樣子好了 假如說他今天血剩這樣子 這樣子 這樣怎麼接他都打不死的話 你就不要用濾衝了 好我隨便接個連段好了 假如說這個樣子 假如我只有一顆氣 這個情況是打不死的對不對 大概率是不要接 因為除非你血那麼多的話 你可以選擇這樣接 但其實也是不要接比較好 你就留一點濾衝 就比如說他剩這個血 我剛剛是不是花兩次濾衝 然後沒打死他 所以我們就會變成這個樣子 我們就直接這樣 然後我們留 我們留這些濾衝去做後面的 比如說我們這樣子動力衝擊 打到他 他是不是就死了 對不對 懂我意思嗎 感謝Cocoro的信心 對就是這個樣子 你如果能把人家打死的情況下 你就把濾衝花完 你如果打不死的情況下 你一定不要虛弱 大概率不要虛弱 除非你的血真的很多 但基本上是留一點氣會比較 最起碼留一格 你如果留半格的話 你如果留半格 假如說我今天我們剩半格 我們剩半格好了 我們如果剩半格 然後對方已經快死了 那我們也可以去 這樣子再濾衝 再去遮他一次 也是可以 也是可以 就如果人家是一級圈的血量 然後你剩半格 然後反正就是他剩一級的血量 那我就濾衝過去虛弱 遮他一次 這個是可以也不可以的 就沒差這個沒有一定規定 反正你過去是一定折他一次 折到就贏了 所以你有50%的勝率機會 所以這個時候 你讓自己虛弱是可以的 但像我剛剛那個情況是 我把濾衝花完 我虛弱 我一定打不死他 你就大概率是不要 除非你的血很多 除非你的血很多 但是大概 八成九成 不要虛弱比較好啦 因為你後面比較可以做事情 萬一你一個關角落沒關好 他把你反關角落 你虛弱他先打你一套 然後再把你打暈 戴絕招你可能已經死了 對不對 或者沒死之後 你打完那一套絕招 可能生死者你就死了 對你會讓自己陷入一個不利的狀況 對所以 所以濾衝大概就是這幾種用法 拳教取消濾衝是 有一些拳教可以確認 但是通常都是重攻擊 比如說重攻擊一張打到 重攻擊一張打到 欠咪的不太行啊 欠咪的不太行 有一些角色可以 比如啃的可以 欠咪的不行 這個其實硬要講的話也可以 但是就比較難了 比較難了這樣打到 比較難一點 欠咪的 基本上都是重攻擊可以 中攻擊是一定不行的 中攻擊一定要直接出去 你看我稍微慢一點 他就出不去了 有沒有看到 所以這個東西就是 如果你要中攻擊取消的話 就是直接出去 反正他是正的嘛 你就直接出 然後如果你是可以確認的重攻擊 你就可以取消 確認重攻擊再濾衝過去 對所以這個濾衝的用法 一定要用一定要知道 不要讓自己太早虛弱 不要讓自己太早虛弱 這個很重要 不要讓自己太早虛弱 這個新手最常見就是這個樣子 就是我一開始舉例的這東西 你馬上就會虛弱 你一個濾衝過去再接個OD 這個東西馬上就會虛弱 所以千萬不要這樣用 記得如果你要全角取消濾衝 四個技以上再用 或者是 人家已經 你那個濾衝過去是生死者 你打到他你就贏了 那個情況下也可以讓濾衝 讓自己虛弱 是沒關係的 然後再一個關係 人家如果要死的話 就把氣全部花完 讓自己虛弱 下面的氣也花完 上面的氣也花完 這樣子 對這樣子的話 你在實戰中會比較 容易 不會被 就是支援的地方 而弄死 因為太多人是支援亂用 就死了 因為這一代動力槽 是真的太重要了 你沒有動力槽 真的很難贏 或者人家有動力槽 有支援的情況下 真的很難贏 對所以關於濾衝 就大概這個樣子 就這些小細節 然後 濾速濾衝應該就不用再講了吧 反正一般濾衝就是這個樣子 你會大概花一格一左右 會大概花一格一左右 一格一 你最速濾衝就是錢加Perry加錢 但是你可以反正就是 基本上這個聽起來很難 那其實就是66加錢 66加Perry 66加Perry 他只會花一格 你會省大概一成的氣 你會省大概一成的氣 有沒有 大概這一格 你如果是最速Perry的話 最速66的話 這是一格 有沒有看到 如果你是先按再弄的話 就會是1.1格的感覺 但實戰上來說 我剛說的這個 最速濾衝大概率是 DJ跟Julie會比較有用 實戰上我還是比較喜歡用這個 為什麼 因為實戰上你可以先用Perry 比如說我們在利回的時候 然後假如說他先按了一個 假如說他先按了一個拳腳 假如說他先按了一個拳腳 假如說我這樣Perry 看到了 我這樣可以歸打他 你知道嗎 就是我在Perry的時候 我看到他的拳腳 我過去的時候 剛好我就知道我這個一定能打到他 你懂我意思嗎 萬一我是最速濾衝 他可能就已經 就剛好他打在我臉上 你有可能 有知道嗎 所以實戰上的時候 這個東西其實也不錯 就是先按住再濾衝 先按住再濾衝 你可以先看到人家的拳腳 按住 這樣剛剛好 所以這個用法其實實戰上還是相對都有用處 都有用處 對對對 這個濾衝的用法大家也可以記住 好 大家就濾衝再講到這裡吧